灣區只有一縣有望脫離加州監察名單 灣區9個縣全部都在新冠肺炎加州監察名單內連續3天以上 州長柳森週一強調過 只要連續14天不在監察名單上的縣 才可以給學生回學校上課 這樣在8月中準備開學之際 究竟哪一個縣最有望脫離名單呢? 根據現有的疫情數據 灣區最早可能符合要求的是Santa Clara院 因為這是唯一一個縣 3天的新冠肺炎增長率低於10% 還有每10萬人少於100人確診 當超過了以下6個衛生指標 一個縣就會列入加州監察名單上 包括7天內平均每10萬名居民測試數少於150 或者14天平均確診人數超過每10萬名居民100例 過去14天平均每10萬人有超過25例確診 並且確診率高於8% 平均3天住院率增加10% 或者只剩下20%的ICU深切治療部床位 或者呼吸器就剩下25%的儲備 馬南院、拉牌院和Solano院 平均14天每10萬名居民感染病例超過200例 是新增確診病例最多的院 如果想了解各院的數據 可以登入加州新冠疫情網站 covid-19.ca.gov查詢 天下衛視記者梁麗娜報導 週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